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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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辈子仗了名将 汉武帝却始终没封他为侯 所以有个著名的成语叫李广南风 同样是名将 魏清不仅自己取得了很高的地位 三个儿子也都被汉武帝封侯 这样难免就会有人批评汉武帝不公平 更关键的是 李广最后一次出击匈奴 是受魏清辖制 正是由于魏清的压制 改变战略部署 最终导致李广的死亡 韩恨儿中公元前119年 李广跟随魏清突击匈奴 担任前将军 属于先头部队 这一年李广六十多岁了 已经与匈奴交战七十余次 但这七十余次战役 都没有给李广带来立功封侯的机会 本来这次出征之前 汉武帝觉得李广年龄太大 不想让他再带兵 但李广求战心切 一心想建功封侯 再三请战 汉武帝最后答应了 让他跟随魏清 但没想到 这一次出征不仅没有替李广挣回一个封侯的机会 还成了这位老将军生命中的最后一战 魏清率领军队出赛以后 打探到禅于所在的方位 决定主动出击 按照原先的队形 李广是前将军 很有可能与禅于率领的匈奴军队正面相遇 但魏清在发兵之前 却改变了战略部署 让李广的前军与右军合并 取东面的道路行军 由魏清自己和另一位将军 共孙奥一起对阵禅于 这样李广就没有正面挑战禅于的机会了 李广对这个改变很不满意 认为魏清剥夺了他立功封侯的机会 那么魏清为什么要改变战略部署呢 他有两点考虑 第一 早在出征之前 汉武帝就私下告诫过魏清 不要让李广独自抵挡蝉鱼的军队 因为汉武帝已经发现 李广这个人名声很大 个人能力很强 怪就怪在一辈子下来 老是打不了像模像样的大胜长 第二 让公孙奥取代李广 也夹杂魏清的私心 公孙奥正好在上一次征战匈奴的过程中战败 失去了侯爵 魏清让公孙奥和自己一起对阵禅于 是想让公孙奥重新有一个封侯的机会 李广尽管不满 但在魏清的强压之下 只能和右将军一起从东路进军 结果迷了路 没有按时和魏清率领的大部队会合 魏清和蝉鱼打完一仗 往回走的时候才碰到李广 按军阀 这就得查问 是怎么迷的路 为什么没有按时和大部队会合 该由谁负责 李广本来就为改变部署的事 窝了一度的活 现在又出这么一个差错 心中的愤懑 烦躁可想而知 于是就对魏清派来的人说 别再问了 所有责任都算在我头上 我自己去找大将军 李广到了大将军幕府以后 就对自己的手下说了 这么一段话 我自己一辈子跟匈奴大小打了七十余仗 这次有机会跟随大将军对阵缠鱼 但大将军却改变我部的行军路线 占我走一条迂回辽远的道路 这又赶上了迷路 难道是天意要捉弄我吗 我已经六十多岁的人了 不能再到监狱里去受玉力的侮辱 说完这段话 李广就拔刀自问了 威震匈奴的非将军李广 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司马迁在《史记李将军列传》里 用生动而包含感情的文笔 描写了李广的一声 塑造了一个本领高强 却一辈子欲语不得志 最终竟含恨而死的悲剧英雄形象 李广这样身怀绝技的名将 和匈奴打了一辈子仗 为什么始终封不了侯 为亲和祸去弊 论本领不见得比李广强 为什么都年轻轻的不仅封了侯 还在朝廷上取得了很高的地位 是难道仅仅用命运不公就能解释吗 各有短长魏卿 或去并不仅和汉武帝沾心带骨 而且司马迁还 在《宁幸列传》里点了他们的名 属于南宠杭烈 按照这个思路 李广就是汉武帝任人为亲的牺牲品 那么魏卿和祸去弊取得的功绩和地位 跟他们本人的能力完全不匹配吗 我们不妨将魏卿和李广做一个比较 第一 看这两个人的个人技能 魏卿虽然很擅长骑马设计 但肯定不能跟李广比 李广在骑射武艺上 在当时应该是最优秀的 盖世无双 第二 看待兵的方法与效果 魏卿能够善待士族 有功劳乐于和属下分享 所以得到部下的拥戴 李广呢 李广对自己的部署也非常尽心 得到的赏赐经常分给部下 在边外行军和士兵同甘共苦 军士们也愿意为他拼死作战 从带兵的角度看 魏卿 李广都是很得人心的将领 第三 看这两个人的性格和处事态度 魏卿是一个处事极其谨慎 不敢轻易造次的人 而李广恰恰相反 性格刚烈 心里装不下事情 李广曾经因为 待继要问战情 后来拿钱赎为树人 待在家里没事干 就和朋友打打猎 喝喝酒 有一次晚上出去喝酒 喝得很晚才回来 路过一个关口 被一个把关的官吏截住了 按照当时的律令 不允许阑先擅自走动 于是 李广的随从跟这个官吏求情 但被拒绝 后来汉武帝重新启用李广后 李广特意请旨 要求当时拦截他的那个把关关立 跟他一起赴任 结果一到军营 他就把那个人给斩了 从几件事可以看出来 李广的度量比较小 不能容忍 这一点不如魏青 这三点比较下来看 李广对魏青算是打了个平手 接下来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李广和魏青的战绩 李广一生与匈奴作战无数 司马迁在《史记》李将军列传里重点描写过的 他和魏青共同参与的对凶作战有三次 一次发生在公元前129年 这是魏青第一次带兵出击匈奴 也就是我们开头提到过的李广被升勤的那次 这次战役有四位将军分别领兵出击 唯独出出茅庐的魏青不仅立了战功 而且杀到匈奴祭天的龙城 第二次是在公元前123年 当时魏青已经是大将军 李广是后将军 归魏青指挥 这一年汉军整体上的战绩也不错 但结果是诸江多争首路 律以公为侯者 而广军无功 史记李将军列传 其他将领很多都见了公封了侯 唯独李广又没有立功 最后一次就是公元前119年 李广自杀那次 历史无法假设 但我们禁不住想假设 假设魏青没有改变战略部署 李广真的和谗虞对阵了 李广一定就能建功吗 恐怕也未必 李广之前打了那么多次仗 不是没有独当谗虞的机会 不也都没建功吗 当然 如果不是魏青私心偏袒公孙欧 调整战略部署的话 李广能不能建功是一回事 但也未必就这么死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 魏青的确亏欠李广 但话又说 回来 魏青亏欠李广是一回事 李广封不了侯是另一回事 而且汉武帝站在战略全局 来考虑这个问题 也不能说他完全不在里 所以李广的结局固然悲怆 值得同情 但他封不了侯这个问题 看来的确不能全怪魏青或汉武帝 得另找原因 李广南风像李广这样一个个人能力如此突出的将领 为什么就是建不了功 封不了侯呢 司马迁为他找过两条理由 第一条是讲因果报应 李广做龙西太守的时候 处理过一次枪人判断 李广又想了参与叛乱的八百多名枪人 但事后把他们全都给杀了 有人对李广说 霍默大于杀一将 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折也 史记李将军列传 杀已经投降的人 不仅被信弃义 而且残忍 李广不能封侯 被认为是杀将的报应 还有一条原因 司马迁是从个人打仗风格的角度 替李广找理由 齐射 见狄 飞在数十步之内 度不重 不发 发急应闲而倒 用此 齐将兵术困入 齐射猛受意为所伤云 史记李将军列传 李广的射数虽然高超 但他追求百发百中的精准 所以往往是在狄狄数十步内瞄准了再射 这样狄狄人就很近 很容易遭到围困 这是司马迁替李广找的理由 后来我独自治通解 发现司马光有一段评论 更能够给我们启发 和李广同时期 有一位名将叫成布什 他们两个人管理军队的风格截然不同 李广管理军队 整体上说非常放任 带兵不组织 不整理队形 晚上也不寻行警示 军事人人自便 很随意 唯一做的事就是让侦察兵走得比较远 查看敌情 成布什批评李广的这种做法 说这样带兵 仓促之间碰到敌人进反 怎么办 所以成布什自己带兵的风格和李广恰恰相反 军队组织纪律非常严明 士兵们都喜欢李广这种随意的风格 不喜欢跟随成布什 因为要做 到纪律严明很辛苦 跟着李广就比较安的 对此 司马光评论说 至重而不用法 无不凶意 李广之将 使人人自便 李广之才如此焉 可以 人不可以违法 资质通建卷时期管理 带领一批人 不言明法度 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成布什的批评很在李 李广是一高人胆大 上着自己的才能敢于这么做 其他人要是模仿他 十有八九要出差错 司马光的这段评论里面 隐含了一层意思 即李广这个人因为本领高强 所以也有很明显的个人英雄主义作风 但行军打仗最终的成败 靠的是整支队伍的协调 而不是个人技能 有句话叫聪明反备聪明物 在司马光眼底 李广之所以一辈子不能封侯 他自己也要负很大的责任 这和司马迁的观点相差甚远 司马迁从汉武帝用人 为清这些宁性之臣的排挤 因果报应 追求射数完美等多方面给李广的失败照原因 司马光却只强调一点 李广自是才能 在行军不武中随性任意 是李广不能成功的最重要原因 对李广问题不同的态度 自然也反映出这两位史学家 对汉武帝不同的形象设定 司马迁对李广倾注了特别多的感情 其中当然不乏对自己身世的感叹 而司马光分析卫星为什么能成功 李广为什么会失败 则更为客观公正 作为生活在千年之后的读者 我们在欣赏和同行李广的同时 也应从他的经历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或许才是更为可取的读书之道 思想十堂特邀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江鹏讲授的资质通建系统课 特别针对企业管理中 最关键的领导力培养 权力交接 食人用人等问题 设置课程内容 借古通经 为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解惑 课程咨询黄老师13716986368 同微信感谢思想十堂 2018年冠名赞助商 意大利豪华汽车品牌马沙拉底 他们在百年历史中 一直看重和强调思想与精神的价值 意大利的美学品格 也让他们在汽车品牌之林中读书一致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